新加坡、台湾和香港都是华人社会,主要是华人社会。 我们以前都是小龙,四条小龙之间的三条。 所以都经过一段迅速成长的过程。 可是最近十几年来,我看我们已经分到扬镳了。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。 香港担心什么呢?房屋。 年轻人没有屋子住,买不起房子。 根本没有地方住,不用说结婚生孩子。 他们担心庞大的中国社会可能完全掩盖了香港的独特点。 台湾过去十几年来,经济的确有一些问题。 因为他们经济发展比较慢,所以他们的年轻人要找工作,要提升。 他们毕业是不成问题,有很多大学,大家都是大学生。 可是大学生做大学生不满意做的工作,也很多。 假使得失了,或者是做一些小生意了。 甚至有些到新加坡拿工作准备工作的,都有。 为什么? 因为他们的经济过去十多年来,可能失去了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。 所以他们的年轻人是蛮有理由担心的。 你在中国,你在香港或者台湾,你问年轻人你什么时候打算买屋子, 他可能以为你是逗笑他,或者是戏拢他。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想得到可以买到屋子,除非是大富豪。 新加坡,大家买了屋子才结婚吧。 所以完全不相同。 工作方面,因为我们经济过去十年来,发展还是不错的,有工作。 所以理工学院大学毕业之后,大家基本上是可以找到恰当的工作。